好色风流 不识冤家不举头 只为阴人妇 难保妻而否 熄熄眼前谋 捏满身后 报应从头 万恶淫为首 因此上眉晒谐音 一笔一勾 说着谜断并唱诗 今天咱们这个故事说的是 明朝 红氏七年 北京城 繁华所在 天子脚下 而且是 各省官员 汇集之处 走到北京的街头 多大的官 都不叫官 怎么呢 北京城里边王侯将相 无济其数 而且还有很多 外地的官员 到京城来工干 还有大批后补的官员 也在京城这踪着 走门路 花钱烦人办事 希望给自己调一个肥趣 这么多 这么多后补的官员里边 咱们单说有这么一位姓吴的大人 早先 在别的县也干过 也做过县官 也做过县整 都干过 但是这官小 心里老琢磨着 人活一世 做官 得做大官 怎么办呢 上北京城 来运动官来了 找了一个大客栈 往这一住 没事的时候呢 出去窜门去 接叫所有的高人 什么叫高人呢 不见得非得是大官 那有的时候 大买卖家 大商人 都得来往 因为这些人是手眼通天 他能接触到上边的人 一句话要说对了 那是升官发财 换纱帽 所以说跟这住着 已经两个多月了 每天所办的事呢 就是出去 四处打点 而且这回来 自己跟自己说 不达目的是不罢休 带了很多的钱 而且 其真一宝 带了一批 每天 就这出 这给引进 这是 王的爷 跟王的爷吃饭 这是孙子人 就跟孙子人一块进口 没有别的事 但是连着住了这么长时间 有这么一个人 让屋子人觉得呀 心里边老是挺痒的 怎么回事呢 客栈的对门 是一个小院 没到里面 没到里边去过 但是呢 看着外边很隔去 这个门老开着 但是在门框上挂着一个青珠帘子 经常的感觉到 这帘子后边 有一个人 可这个人没出来过 一直站在后边 三五天 没留神 但是一有功夫 就发现了 这是一个女人 有时候屋的人没什么事 站在门口卖单 因为什么呢 这个人呢 好吃好喝好穿戴 尤其是有了钱 到哪都得先问 时兴的衣服款式是什么 帽子什么颜色的好 鞋什么样子的新颖 无的人永远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 所以他穿的衣服 与众不同 不管是颜色还是款式 都很新潮 你想啊 这个人好穿的目的 无非是穿给别人 好吃的是为自己 好穿的是为别人 他穿完之后是给别人看的 希望别人夸 哎呀 真好看 你看人这衣裳都好看 你看这帽子脆绿脆绿的 好看 所以好穿是给别人看的 老跟门口这站着 就发现对门 竹帘子后边这个人 头一两回没留神 后来发现 这是一个女人 看不见母親 隔着竹帘子 隐隐戳戳 发现是个女人 而且这个帘子呀 从门框上下来 并没有垂到地 在下边露出来 这个女人的两只脚 吴大人站着一瞧 呼呼呀 怎么呢 封建社会 那个女人都裹脚 从小啊 小姑娘挺小的时候啊 家里面就是 把这个脚趾头 给他掰折了 拿布啊 缠在一块 让那个脚畸形发展 越来越小 过去的男人认为是这个最好看 而且来说 这姑娘长得再漂亮 要是大脚板 也架不出去 非得是小脚 长得跟窝窝似的都没事 脚小就成 那个年头的审美观 低头一瞧 帘子底下 这个女人这两只脚 嗯 吴大人就喜欢上了 太好了 裹得是又尖又小 看着跟俩粽子似的 咋心里高兴 你说 什么下的 啊 哎呀 怎么能裹得这么巧呢 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啊 跟半一夫妻 心里就老琢磨 这 我瞧就长什么样啊 啊 这得多大造化 老琢磨这个 闲了没事 站在门口那站着 啊 也不瞧两边了 竟瞧对门 可人家这女的 不是剑天跟连在后边 偶尔赶上了 这瞧会儿 一会儿工会儿 人家又走了 呵 吴大人这心里边 老跟有几只小靠子 跟那儿挠似的 谁呀这是 嗯 心说老天爷 给我一机会吧 让我瞧瞧这位美妇人 您还别说 机会还是真来了 这天下午没什么事 屋子人又跟客栈门口 站着卖单 牛打这边来小孩 背一个小竹筐 筐里边是黄甘 橘子 他这个不是水果皮方那儿的橘子 大小都有 人家这是特意摘出来的 都很大 个儿也大 骰气也正 这手拿着一个竹筒 里边是竹签 过去来说呀 做买卖有这抽签的 你包括到解放前民国的时候 天津北京各处还有这个 卖烧鸡 卖什么卤菜 烧饼果子 油条 不管是卖什么的 都有带抽签的 什么叫抽签呢 你出钱 拿那桶子抽 按他说的点 只要抽重的话 你白吃 这个抽肥肉鸡 按人这点说 这可能给一只 这给两只 或者这能拿三只走 但是他这里边是有窍门的 有的时候花了很多钱 你也未必能抽得中 这个卖橘子这孩子呢 也是抽签的 背着框 打着门口一走 屋的人跟着站着 正看对门呢 帘子后边半天没人 自个儿站着很无聊 发现卖橘子的了 哎 别走 可以 您叫我 这个 你这抽签啊 是 您照顾照顾啊 嗯 多少钱抽一回啊 一个钱 一个钱您抽一回 您要是赢了呢 您拿俩走 啊 来来来来来 来 小孩把背着框放在地上 把签子递过来了 您来 嗯 拿个千筒子来 啪啪 先给这千筒子来俩嘴巴 过去这个街市上玩这个的都是毛病 先给来俩嘴巴那一次听话 啪啪 摇滑吧 摇滑完了 身手拿着一根 没有 小孩乐 对呀 又没有 您再试什么 啊 啪啪 哎 又没有 接着来吧 啊 来了这么一个多钟头 一个橘子 没吃着 心里挺难过 讨厌 算账 我给你多少钱 是 你给我 一万个钱 啊 合着一万把都没赢 啊 这我 手气怎么 哎呀 这只是闹 这一万个钱 我买一船橘子 我这 这不没影的事吗 这是 哼 给你吧 把身上 拿着银票 啊 算好了 哎 谢谢你 谢谢你 小孩走了 他跟这憋着 讨厌 没影的事吗 这是啊 无意中 拿眼这么一打 帘子后边轻轻的一动 好像有个女人一转身走了 哎 咱们正事了 是方才 哎 我跟这抽签的时候 可能那一小娘子 正跟帘子后边 嗨 我 我怎么就忘记茬了呢 我怎么没看他呢 你看这玩意 我这输了钱了 人家走了 甭问 人家笑话我了 嗨 这事闹 自个儿跟这 郁闷了半天 得我十六分钟 再看看 人家没出来 一跺脚 转身要回客栈 刚转过身去 身背后 有人喊他 这位大爷 您留步 站住一回头 扭打对门 出来小孩 小小小子 砍年纪 十四岁左右 过不去十五 头晚日月 双抓紧 前发 齐眉 后发 盖梗 身上穿着衣服 很得体 小孩 小孩的小脸蛋 长得不是可爱 手里拿这么一个 小竹篮子 里边有这么八个橘子 乐着就过来了 大爷您留步 找我 这个橘子 是给您吃的 给我吃的 谁给我的 我家夫人 竹篮之后 看您跟这抽签 这么多回 都没抽中 花了这么多钱 夫人心中不忍 让我给您 送几个橘子来 让您尝尝 是啊 来兄弟 进来进来进来 上屋来上屋来 上屋来 把人孩子叫到屋里来 坐着坐着坐着 给倒了杯茶 喝水 哦 不了 我待不住 别 别 你家夫人 让你送橘子给我 就是让您吃几个橘子 没别的事 我走了 你等会 你等会 吴德仁心说 这是个好机会 我打这儿起 跟他们就算是 能够勾手 能认识 你转身到里间屋 开开柜子 取出来两匹绸缎 拿出来 他这屋什么都有 为什么呢 他一天到晚的求人办事啊 出去要买官啊 所以说东西预备很多 所以说东西预备很多 是拿出来了 两匹绸缎 不值钱 这不值钱 你回去给你们付的 就说我谢谢他 这几个橘子值多少钱 您这个礼物太重了 不重 收累吧兄弟 然后有功夫就来 传门来 谢谢您 小孩抱着这绸缎 转身出去了 吴德仁站在这 瞧着孩子后眼 心里高兴 好 你看 万事就怕开头 开头是难 可开完头之后 简单至极 哎呀 你说这玩意 素不相干 人家给我送几个橘子来 这是为什么呢 有可能是每天 我跟街上这么站着 我瞧不见他 他看着见我 打连在后边瞧着见我 甭问他觉得我这个意表非凡 穿衣服比较得体 我这个相貌 我这个母人 呵 越想越高兴 心里痛快 赶等 天擦黑了 小孩又来了 啊 脱着这两匹绸缎 眼圈都红了 屋的人 哎呦 呦 你来了兄弟 快进来快进来 进来进来 坐这儿 你看这孩子不说话 你怎么了 我给你送这一丑断来了 怎么又送回来了 我拿回去 夫人说 礼物太重了 几个橘子不值钱 我说我说了 他不信 他说我降嘴 把我骂了一顿 我给您送回来了 给您这 赔了一道歉来了 哎呀呀呀呀 嗨 孩子你看 你看这事闹的 嗨 没想到的事 哎呀 你们家这个家规 实在是太严了 太严了 哎呦 孩子 你先让你 为了我 你是这是 来来来来 开开柜子 拿出一个小元宝来 来 孩子 拿这个 这是我给你的 哎呦 我可不敢要 我可不敢要 拿着 又没人知道 自己拿着 买个糖吃 买个果子吃 孩子 我不敢 哎呀 什么敢不敢 啊 回去 跟你们 夫人说 您就说我 我姓吴 知道吗 你就说我 十分仰慕他 有机会的话 还有 登门 拜访 会说吗 会说 哎 回去就说 不敢说 哎 哪有什么不敢说 却找一机会就说了 啊 孩子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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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小孩站起来 转身出去 就这一晚上 屋子人翻过来 覆过去 没睡着觉 你说这人呢 他就是邪性 他都没瞧见过 你知道人家 这人长什么样 跟这儿 跟这儿睡不着觉 本来 他在京城 这儿有一个相好的 粉头 啊 就是航院中的妓女 名字叫西西 他跟着西西 非常好 隔三差五准去 但是 这两天 没去 啊 跟屋里待着 天挺晚的了 人家航院里边来俩伙子去 屋子来 您伤脸 是什么呀 西西姑娘 想您了 想别人了 这两天没有工夫 我这忙着 您瞧 您再忙 您这心里得装着姑娘 姑娘想您想了 都不成了 不成不成 我跟他说啊 这个 我这两天是真不成 还几天吧 还几天我再去 哎 那成那成 伙计走了 他跟着自个儿的 床上一躺 来回的烙饼 哎呀 你说这个 夫人能长一什么样 嗯 肯定啊 脸蛋的 跟小苹果似的 眼睛跟菩萨似的 嘴啊 跟草莓似的 哎呀 长什么样 跟着自个儿来回的 捣摸这个事 快天亮了 这才睡着觉 一睁眼 已经是天津正午 上午十一点多钟 他才睡醒 起来之后 洗脸漱口 望着一坐 伙计过来 给沏上茶 啊 他愿您吃什么 中午给您准备 不饿 心里火大 我琢磨琢磨 一会儿吃什么 再跟你说吧 哎 火就出去了 有十分钟的功夫 有打外边 有人喊 屋的人在吗 一听声音 是对门那小孩 在在 快来兄弟 快来快来快来 门一开 有打外边 那小孩进来了 春风满面 屋的人起了 我起了 兄弟你来了 好 我来两趟了 扒着门缝一瞧 您这睡觉 没敢叫您 嗨 我告诉你 咱没这么些事 只要是你找我 进门 随便 你就推我喊我 我要是不行 弄喷凉水 泼我身上都行 那我们不敢 快坐这坐这 怎么着 有事啊 给您送点 东西 这孩子手里拎着一石盒 放在桌子上 把盖打开了 有打里着 拿出来六点小菜 也不是什么 都要紧的东西 小凉菜 但是十分的精美 颜色搭配的 也特别好看 往桌子上这么一摆 屋的人一瞧 这什么意思 这是 这怎么回事 今天早上起来 我跟夫人聊天 我就说您 这么好 那么好的 夫人也挺高兴 说这个 咱们算是邻居 说您老爷 跟这不得吃 不得喝的 正好呢 夫人有好手艺 亲自下厨 弄了这么几个小菜 说让我拿回来给您 让您下酒 您看看口味好不好 这夫人亲手做的 哎呀 好好好 太好了 太好了 行 小孩说那您吃的 我先告辞了 哎哎哎哎哎 小孩转身出去了 哎呀 吴泽人一瞧 这几个菜 赏心悦目 伙计 伙计 一会儿功夫 店里伙计来 怎么着大人 准备 快点 快点 快点快点 我准备点主食 来壶酒 我这你看 你看 你看我吃这东西 我就没看明白 怎么了呢 不是 你说你非让我吃 我吃不下去 你瞧人家这个菜 伙计瞧 这没什么呀 拍黄瓜 拌土豆丝 多少菜 这还花生米 这有什么呢 哎呀 你个肉眼翻胎呀 吃肉眼翻 你哪懂的这个 快点 快点 米饭 快点 您吃米饭就凉菜 馒头也行 哎呀 我等不了了 我就说成 我出去给您啊 烹几个热馒头 待会儿伙计 端着馒头进来 一瞧 这凉菜都吃完了 说您没等 等不了了 等不了了 哎呀 太好吃了 伙计 心说 无的人这是怎么了 这是 嗯 疯了吗 那一排黄瓜 怎么就兴奋成这样呢 也没敢问 伺候他吃完了饭 把东西拿起来 归制好了 刷完了 人家这四个小碟 又给归制到石河里边 喝着茶 顶个下午两点左右 小孩又来了 哎 哎 您吃了吗 吃了 哈哈哈哈 太好了 未美绝伦 虽难免亡 而不易 太好吃了 我喜欢 啊 来来来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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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这喝水 啊 这个 夫人呢 夫人 歇着呢 哦 哎呀 你说咱们这是 相逢既是有缘 想不到的事情 咱们算是认识了 啊 对了 我还忘了问了 兄弟 你叫什么名字 啊 我叫 鹰哥 嗯 好名字 鹰哥 会说话呀 哈哈哈哈 啊 你是一直 跟着你们 夫人 啊 一直跟着夫人 哦 谁叫她夫人 呦 这不能说 我们老爷也是 做官的 但是我们夫人是偏方 一直在这儿住着 老爷不常过来 哦 是是是 这家里人多吗 有点丫鬟 有几个婆子 还有几个家丁吧 也没什么太多的人 嗯 好好好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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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来 你吃个苹果 吃个苹果 啊 这孩子拿苹果 啊 这个 这个 夫人 多的年纪了 啊 夫人呢 夫人23了 啊 夫人23 啊 我是41 嗯 怎么这里还有您呢 啊 没有 我就算这账 算这账 哈哈 二十三 哎呀 好 好好好 哈哈哈哈 嗯 夫人 长得漂亮吗 小孩一听 要 您瞧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 您是您这么大一个人物 你哪能问这个话呀 漂亮不漂亮又怎么着 你看孩子 哪你不当外人 哪 咱们这不是开个小弯穴吗 哈哈哈哈 夫人 好看吗 嗯 你要问别人我不知道 我家夫人 天上难寻 地下难找 清国清城 美艳 无双 嗯 乌子人这哈喇子都快下来了 是啊 哎呀 这是好好好 喝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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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 多得我能 看看他呀 哟 您这叫什么话 哪能这么着 您就看看 你想咱们是邻居 那邻居 我就是 没有别的意思 哈哈 好奇心重 这是 纳闷 就是想 想看看夫人 哦 您想看呢 那 那我给你出一主意吧 好好好 好 你说 你说 怎么着 嗯 夫人有时没事 竟在院子里边站着 隔着帘子 看外边的热闹 所以说 才发现您 一直站在门口 明天 吃罢了午饭 您呢 早得八八的 站在门口等着 我陪着我家夫人 把礼物出来 到门口站着 夫人站好了 我出来 我一聊聊 帘子聊的大一些 您不就瞧见了吗 哈哈 八个 这鹰个 哎呀 好兄弟 这主意真不赖 咱个说好了 明天 吃完了早饭 吃完午饭 哎呀 吃完午饭 等不了了 有点 行 吃完了午饭 我上客栈门口站着去 你可想着聊聊的时候 聊的大一点 让我看看 那错不了 好嘞 我这谢谢你 谢谢你 哈哈哈哈 又聊了会的 闲板 小孩拿了东西 回去了 好 就这一宿 屋的人 睡不着觉了 老跟自个儿这描绘 所有的蓝图 这姑娘这长得什么样 得好看的什么样 啊 他肯定是得多白劲 他那个眉毛是那样的 那个眼睛是那样的 啊 那个鼻子 那个嘴 哎呀 神仙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啊 我盼着吧 盼着天光大亮 哎 天亮之后 我就赶紧起床 我呀 该吃饭吃饭 等个中午 中午饭我可以不吃 我就站在那等着 我一定要看一看 美人的颜色 或将就的这一宿 算是睡了觉了 清晨起了一睁眼 呀 下雨了 金谷奇观 接眼前文 上文书咱们说到 吴的人跟小鹰哥定计 聊帘子要看看美人 清晨起了一瞧 下了雨了 这心可就凉了 哎呀 你瞧瞧事闹的 啊 我想瞧瞧他长什么样吧 老天爷不做美 下雨了 谁还上院里来 哎 自个儿很郁闷 也出不去了 吩咐伙计 来吧 准备酒 准备菜 你哪都不去了 喝闷酒 这一喝 喝大发了 啊 喝到一上午 头晕眼花 睡吧 这叫睡的是真词事 头天夜里就没怎么睡觉 好 这叫睡的 简直接说 睡到晚上七个点钟 这才算是醒 坐在那儿 坐在那儿冲嘴 啊 迷迷糊糊的 我就进来了 您吃点什么吗 我吃什么呀 我吃脑子都疼 喝酒喝太多了 是 那你也得吃东西 不吃饭还成 哎 雨停了吗 雨呀 早停了 就早上起的那一会儿 没到中午就停了 出了一片太阳呢 啊 这会儿是天黑了 白天 没下雨 没下雨 就早上起的那会儿 低了几个点 哎 现在恨自己 你这叫什么事 我怎么这样的 喝一天闷酒喝多了 事儿给耽误了 心里非常的懊恼 哎 等到 一来钟头 自个儿坐在那儿 喝点茶 醒酒 门一开 硬个儿进来 往旁边一坐 低头不语 不说话 这一瞧 哎呦 硬个儿 你来了 哼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那么大人说话不算数 我怎么说话不算数 不说好了吗 吃完中午饭 你上门口瞧瞧 我这一聊聊 你看看 你怎么一直就没出来呢 是 兄弟 我喝多了 我喝多了 我也是一时糊涂 我没想到的事儿 他这事儿闹的 我知道这是我错了 咱们明天撑不上 你少来吧 今天我跟那儿聊了两回帘子 夫人都纳闷 问我干嘛 我没敢说别的 明天 你拉倒吧 别的 别的 哎呀 兄弟 救命吧 救命吧 啊 今天 实时是怨我 啊 来你等着 到里面 开开柜子 拿出一个小元宝 这个给你 算是我赔礼道歉 哎 哎 拿着拿着 好孩子啊 拿着 这接过来 你说了算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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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我晚上 我不睡觉 我等着 我等着明天 嗯 好吧 那你可说好了 明天 吃完午饭 你放心 天一亮 我就上门口站进去 哎 小孩转身走了 屋子人跟这儿 自个儿琢磨的事儿 确实是怨我 跟这孩子说好了 结果我没去 算我爽约 哎呀 不成 我明天 不可再错过 说的话 天就亮了 这赶紧起来 吩咐伙计打水 漱口洗脸 归之利涂了 穿好了衣服 吃完早点 这么堂堂正正的 一位后补的屋的人 上门口那儿又卖单去了 啊 往这一站 东乔就希望吗 等着吧 他出了这会儿 早晨七点来中 定的是午饭后 最早也得 一点半两点 你琢磨 他这一上午没累坏了 等了按现在中点说 一点来中 这听对国院子里边 环特叮当 有附到人家 走路的声音 屋的人浑身的筋 全都提起来了 精神振奋 来了 等着吧 啊 谁就看着 啊 出了我来瞧瞧 长什么样 眼睛死死的就盯着帘子底下 盯着底下 底下待会会出现一双小脚 啊 有这小脚 夫人就来了 看完了脚一抬头 小鹰个一打帘子 一撩起来 我就瞧瞧脸是什么样的 我等着 跟着等着 脚步声音 一低头 哎 帘子底下出现了 两只脚 一双大花鞋 这双花鞋 还真不大 过去来说 三寸金帘 一看这个脚 也就三寸多一点 可就说是横着量 竖着得有一尺左右 自个儿纳闷 谁的脚 这事 一尺多长 这事 正纳闷着 帘子一条 打里边出了一个负的人家 一老太太 就这脸 一脸的褶子 没有六十 也得五十八九 奢了这嘴唇 长得去黑 脸蛋子上还抹好些粉 跟那个茄子下了霜似的 脸上的皱纹一道挨道 这老一苍蝇 一乐得个急死 无得人看那都快吐了 哎呦我的妈呀 这怎么话说 赶紧 一转身 啊 脸儿冲理 拿手扶着门框 他累了一上午了跟这 一看这吓一跳 一转身 一扶门框 这老太太出来了 这时候耳朵里就听见 脸子后面 附到人家的声音 说 孙婆 你慢走 就这个声音 清脆嘹亮 一听 这是从附到人家嘴里 说出来的 哎呀 和 我的人心说 对 这声音对 甭问 啊 这是夫人 送这个婆子 好机会啊 你算吧 送人来 里边准着聊脸子 你慢走啊 好机会 啊 我再看看 他这一回头 婆子说 您别送了 挂嗒 脸子撂下来了 恍惚间看着里边 有个妇人 一转身就回去了 脸 没瞧见 再回头仔细看 这婆子抬头 宠她乐 哎 现在这恨的 哪儿的没老妖精这是 嗯 又站这等了老半天 脸子后边 没有人 非常的沮丧 哎 转身就回来了 坐在屋子里边 含着火去 吃什么呀 刚才说让我吃饭 吃什么呀 有什么 要您早说呀 现给您弄也来不及了 厨子都封火了 啊 有什么吃的 有我们中 我们吃那包子 您来这 可以可以可以 吃吧 啊 给端来了 拿过来一瞧 什么馅呢 素馅 韭菜鸡蛋 真饿了 早上起来就没怎么吃东西 一站站一上 我哥谁受了啊 啊 吃吧 拿过来 扛扛扛扛扛扛扛 跟这儿嚼 刚吃了俩 这听着外边啊 好像是 有一人的声音 哎 夫人 我知道了 夫人 嗯 是英格的声音 听着说话 这是故意给自己听 为什么呢 他要跟院里边 跟他们家主人说话 啊 是 我知道了 夫人 就完了 这么大声的喊 分明是有意让隔壁听见 啊 我知道了 夫人 我知道了 哦 吴泽人心里明白了 新书 这是说给我听的 小孩果真聪明 我这会儿要不看可没有机会了 啊 手中的半老包子 往这儿一扔 连嘴都没顾着擦 站起来往外就走 来到大门口这儿 一看 人都傻了 怎么了 确实 小英格站在门外 门里边连在后边露出半了脸来 感觉上知道就是这位夫人 啊 手扒着帘子向他嘱咐这孩子 就听着一句 早去早回 小孩的大茬 哎 我知道了 夫人 就这么一个结果眼 屋子人站在这儿 拿眼一打 就看这半拉脸 自己就觉得浑身都酥了 太漂亮了 啊 而且没瞧清楚 这个东西越瞧不清楚 他越让人觉着啊 了不起 看在这儿 哎呀 而且他恍惚 竟然觉着这个夫人跟他打招呼 说话 夫人的帘子后边好像冲他乐 人家冲他乐 他不能不乐 他这儿一丝牙 人家刮字 把帘子撂下来了 听声音 夫人走进去了 小英格一回头 哎呀 屋的人 您干嘛呢 我这是跟你们夫人笑呢 您哪 倒霉就倒霉就笑声了 怎么呢 不是我说您 您穿着也讲究 戴着也讲究 站这儿一呲牙 怎么牙上全是韭菜啊 哎呀 坏了 屋的人顿足吹凶 你看这事闹的 一时糊涂 没注重我这衣服外表 转身往里面就跑 找伙计咬牙签 小英格也跟进来了 往这儿一坐 他这儿紧着漱口 擦擦嘴 现在还有吗 有也没用了 夫人都进去了 哎 你这事闹 我也是 刚才来那婆子是谁 卖猪花的 过去来说 负责人家不能上商店 而且来说出去不方便 所以呢 就是这些个卖猪花的 卖首饰的婆子们 上家里去 卖猪花的 嗯 好好好 什么好屋的人 你家夫人真好 行 反正 你说要瞧她 我也让你瞧去了 这得了呗 不 不不不不不 哈哈哈哈 兄妹 多得能让我 上家里看看去 嗯 不成 我跟你说 你要说别的都好上来 上家去 不成 我们是大户人家 在一个夫人住在这儿 你要说老爷跟这儿 您串个门子还成 夫人跟这儿您去了 不方便 哎 兄弟 哪有这么多不方便 是不是 咱们这街里街坊的 又何况我也是一个后补的官 什么时候 我要是一正式的上任 跟你家老爷同见成臣 哪怕什么的呢 是不是 好孩子来你等会儿 转身进去了 开柜子又拿出一小元宝来 嗯 这给你 你给我也不用 我不要不要 我 惹祸 孩子 我带你拿一下 开柜子又拿出两个小元宝 来 你拿着 别白受累 你说吧 你打算干嘛 我没别的事 我就是 拜访一下 那这样 成不成咱们俩说 成了你别欢喜 不成你也别恼我 哎哎哎 行 你去说去啊 多的给我信 哪说的准确 明后天吧 咱俩你快点 时间长了 我估计我等不了 嗯 好吧 把小孩打不走了 天可就快擦黑的 啊 又打航员之中 又来了两个伙计 鸡院的伙计 吴德仁 今天有功夫了吧 啊 干嘛呀 你瞧 有日子没去的 您是最重感情的人了 启启姑娘 想您想的都不成吗 您来一趟吧 哎呀 我这个 功夫繁忙 您得了吧 你哪有什么功夫 是不是 您是不是又瞧上别的姑娘 要那样的话 以后我们这儿 您就别来了 这叫什么话 启启让找我来 是找您 求您去呢 啊 好吧 头钱带路 哎哎哎 俩伙计带路 吴德仁跟着一块 到妓院中去 他是这儿的常客了 跟这儿花钱 花了不少 一进门 都围上来了 老宝子 这些姑娘 呦 屋子人来了 快请 里边请 让他里边去 里边单有自己的一个小屋 就是这个 嬉嬉姑娘的屋子 嬉嬉长得也挺漂亮 也不寒碜 挺白去 挺好 一见面 举着嘴 哼 你干嘛去了你啊 你死哪去了 你有日子不来 你这干嘛 你这是 啊 最近忙啊 公务繁忙 说点这废话呗 但是坐在这儿 喝酒 聊天 他一直走着神 心里有事儿吧 心里老想 小孩回去一说 会怎么说 嗯 夫人会不会答应 如果他答应之后 我怎么办 如果不答应 我又当初和老琢磨这个事 啊 嬉嬉看着他 你说实话 你怎么了 啊 我没事 我没事 不对 你心里有事儿 你说实话 各位 坐记女的眼观六路 二平八方 接待四海宾棚 什么样人瞧不见 什么样身份的 瞧不出来 两句话就知道 你要干嘛 就知道心里有事儿 拿话探探 他还不搭谈 随便说这么几句 就算应付过去 晚上睡觉没走 就睡在这儿 半夜里边 屋子人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 在客栈的屋里待着 突然间没有风 门自己开了 有打外边 一股香烟 把这夫人吹了进来 好像这个脚啊 没沾地 离地啊 半尺来的 站在那儿 冲着自己笑 伸手 打招呼 屋子人就觉着 灰都快飞了 啊 望起营 哎呀 说了声 哎呀 一睁眼 在鸡院里边睡觉 你脑袋冷汗 哎呀 导致的 我就不醒了 哎呀 还得做这个梦 熙熙醒了 看他一眼 你不说实话吧 你外面瞧上谁了 去去去 哎呀 别搅和我 不行不行 我得睡觉 躺下 还打算继续做这个梦 但是就连不上 清晨起来 跟着出来 回自己的客栈 坐在那儿 伙计给沏了茶 刚喝了口水 有点门外边门一开 小孩英格来了 满面笑容 站在那儿不说话 瞧着他乐 他一看有火 兄对你来了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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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亲自给倒了杯水 来来来 喝水 喝水 怎么样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孩子你别 告诉我 这到底 怎么样 这事 反正 还行吧 夫人 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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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我了 我跟你说 他说成了 反倒是接风邻居 拜风拜风 有个照应 也是好的 哈哈 团了 我喝尸前往 你啊 你五番后 五番后咱们去 凶凶凶凶凶凶 哈哈哈哈 孩子 我怎么谢你啊 哎呀 你对我这是天高 地厚之恩 哈哈哈哈 高兴 啊 洗澡 换衣裳 熏香 自个身上弄的 这种香啊 整个这人拿香啊 都呕透 到我吃完了 背下了 一份礼物 下午两点来钟 处理了客栈 就是对门很方便 啊 小孩啊 在这等着呢 您来了 我来了孩子 麻烦你通病一声 好 您跟我来 往里边一走才知道 这个小院虽说不大 房子可是不少 一直 来在了政厅 一看呢 屋里边 装的挺好 一看就是有钱的人家 桌椅板凳啊 条案啊 都是叼着花的 好木头的 心说这家 挺有钱 往这一坐 收了这份礼物 放在了旁边的桌案上 摆好了姿势 这等着 有这么 几分钟的功夫 有打 屏风后边 出来四个丫鬟 凑拥着一位夫人 万万一走 吴的人就觉得 魂都飞了 怎么呢 拿眼睛一看 哎呀 这位夫人称得起是大美人 真正的天资国色 脸上就这五官 眉毛 眼睛 鼻子 耳朵 嘴 挑不出毛病来 而且摆放这个位置 也是非常好的 有的人长得 你说单拿出哪样来 都挺好 但摆放这个位置不好 五官都搁一块 跟包子似的 这不成 人家这摆放 这位置都好 而且 肤如凝脂 就说这皮肤 没有一个黑点 没有一个巴了 没有一个罩 脸上就这么光滑 这么干净 头发让你看着 真是一根 是一根的 光滑 见人 这可以照着见人 哎呦 穿的这衣服也是 怎么这么和体 而且望前一走 一股香风 扑面而来 别说夫人 跟着这四个丫鬟 那都有一眼 夫人望着一坐 冲着吴的人 微微一笑 吴的人心说 我就死这吧 干脆我就不活着了 太漂亮 都不说话了 好嘴都半了算了 半天没说出一句人的话来 夫人看看他乐了 您是 屋的人吧 怎么改 是 是啊 舌头都赚了金了 是 是 文庭英格言讲 您是我们对门的邻居 几次三番孩子去打扰您 千万莫怪 哎呀 你说这远了 是不是 咱们是接讽 远亲不如近邻 是不是 近邻胜似对门 谁没有亲戚朋友 我亲戚都在外地 我在这都不错 哪我都 我这人 我不会做饭 我 谁问你了 这都是 不知说什么好了 人家看着他 夫吃一乐 叫这 一乐 完了 我在这 魂都丢了 啊 也不知说的是什么 呃 我 我有一言 也不知 当讲不当讲 夫人看看他 有话 你就说吧 是我 我 我先告辞 说出这么一句了 其实他那意思 跟人套过信后 好好聊了圈 可没想到 蹦出这么一 我先告辞 夫人说是 这就认识您了 啊 那您请便 不远送 哎呀 夫人转身回去了 吴德人轮远 给自个儿一嘴巴 啪 我说的是什么呀 我这是 费这么大的牛筋 我是上家里来 串门去了 我怎么见面 说声告辞呢 恨坏了 垂头脏气 低着头 往外走 一边走 一边跺着脚 你这叫什么事的 这是 小鹰个追出来了 在院子里面不得说话 出了院门 回到了客栈 往屋里一坐 屋的人眼泪都下来了 你这事闹的 我 啊 我怎么能犯这么一 低级的错误呢 我这是 我哎呀 我谁都对不起 我这是 我这 小孩看他就乐 也不说话 这半天了 我说你点什么好 不是 你说我点什么好 我说我点什么好 我这是怎么的了 我吃错了药了 我这是 哎 我们是孩子 我们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您这不是也见了我们家夫人吗 就得了吗 是啊 见是见了 但是我我不希望就这样告辞 这告辞可是您自己说 啊 我这不恨我自个儿吗 我 我怎么去了 我这是 我这么大能力 我 我犯这么一错误 行了 反正您也见着了 啊 我应您的事 都办完了 那不成 这个一回不成 我这 我这 我还得去拜见 拜见你家夫人 您再去 我没有可说的了 对不对 你之前说没见过 街坊邻居看一眼 这可以 前周近 您做了 屁股都没热 您就出来了 啊 完事 您还要再去 再去 您要干嘛 哎呀 我这个 我 我 我怎么办呢 我这是 我想一下吧 啊 您想一想吧 哎呀 我怎么能上你们家去呢 我还得总得去 我总得去 我怎么能去 我都不如那个婆子 那个婆子随便出入 哎 哎 我说 英哥 干嘛呀 好 您这一会哭一会乐乐 嗯 来上点事 你说 啊 装成一婆子 行不行 我 你别出这搜主意 这不是办法 不是 我是说 我能不能 干点那婆子的活 您说这我没听懂 嗨 那婆子上里 你家不是卖猪花去的吗 附到人家喜爱的是这种东西 我这也有 啊 我摘一点 猪花 上你们家来一趟 啊 我就说 我这也有 我也打算卖 看他 喜欢不喜欢 你知道这是个办法吗 嗯 那谁知道去呢 你觉着行吗 哼 我觉着差不多 最起码刚才你们家夫人 瞧见我还乐呢 你说那个 那天看你还乐了 那天你牙子张好些酒 你别说这个 你说这个干嘛 那 那我不来一趟 来一趟就来一趟嘛 你有猪花 我有 猪花没有 但珍珠我有 我准备点珍珠上你们家去 这没问题吧 跟您说 你也就认便宜 老爷这些日子不在 要在 他准备不高兴 还有 小兄弟 你哪不是干好事 啊 你就帮帮忙 你跟夫人回事 一半天 我准备好了 我去 你告诉他 我这有些个上等的猪子 给你们家夫人看一看 行 好吧 小孩回去了 转过天来 来消息了 您准备好了吗 我家夫人说了 今天下午 本来打算让婆子们来的 但是您要是有好的猪子 就不让他们来 请您先去 得嘞 我的人洗澡换医生 准备一个小盒 装好了很多的珍珠 又打着重来奔对门 去夫人那 要卖猪子 这回是轻车输入 往这一坐 心里边还是登登票 等着夫人 不在会儿都工夫 又打后边 环佩叮当 夫人就出来了 拿眼一打 哟 您来了 哎 是我来了 我那个 告辞 金谷奇观 接眼前文 上文书怎么讲到 乌子人带着珠子 来到对门 夫人这 串门 夫人这一坐下 微微一笑 乌子人浑身都酥了 不自觉地又突出了一句 我告辞 他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他想说 我那天说告辞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那天啊 我想跟人解释这个 我告辞 夫人一证 哦 您有事啊 行 那 那这样 改天 您再来 人家站起来 转身回去了 乌子人跟这 死的心都有 同样的错误犯两回 我是人不是人的 我到底要干嘛呀 这是 垂头丧气的出来 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 坐在这 恨不得想死的 我 我这怎么 我疯了现在这是 我这脑子怎么了 平常伶牙俐齿 现如今 我怎么这样呢 很别扭 小孩又来了 我救不了您了 你抽风呢 是吧 你怎么拿我耍着玩 不是孩子 兄弟 我没有这意思 我这个 我 哎呀 我说点什么好呢 你等我一会 转身进理家屋 打开了柜 宅最大最好的珠子 凑了十个 装一小锦盒里边 又提起笔来 写了这么两句话 那日赠我黄甘美 不解香辱可万分 业在里边 你也别问我因为什么 我反正是脑子转不过弯来 你啊 把这个给你家夫人看一看 啊 他一看 就明白了 您这里 装的什么 珠子 啊 我还写了这么一个 二寸宽的小纸条 两行字 您这两行字 能给我惹祸吗 不能 你放心 怕得是是的 这两行字 搁到哪去 也不出事 哎 小孩拿着就走了 转过天下午 老吴跟着正喝茶呢 小孩进来了 屋的人 哎 兄弟你来了 快坐快坐快坐 怎么样 嗯 我给夫人看了 夫人看完乐了 今天 也拿回来一个小锦盒 让我交给您 拿来我看 房子桌子上 打开盖一瞧 里面有这么 一柳头发 啊 打了一个童心结 也有这么一个纸条 写了一行字 何必珍珠 未寄聊 你瞧这几个字 屋的人乐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太好了 小孩没明白 你干嘛呀 这一来一往是什么意思 嗯 孩子你不懂 我给他那个珍珠 那就是一个礼物 没有什么 关键 我那字 那日赠我 黄甘美 那天送我那橘子 非常的甜 好吃 但是后边还有一句 不解相濡 可半分 司马相濡 啊 喜欢竹文君 他爱竹文君 就你给我那橘子再好吃 也解不了我这相思之苦 是这个意思 哦 小孩点了点头 那我倒明白了 那夫人 给您这头发 又说这个 何必珍珠 未寄聊 是什么意思 孩子你小 你没念过书 你不懂这个 这是想当初唐明皇 宠爱杨贵妃 他之前宠爱的是梅妃 江彩平 但是因为又宠杨妃 所以把梅妃打入冷宫 闲暇时候感觉着 对不起梅妃 可是去看他又不敢 于是啊 让人送了很多的珍珠过去 梅妃给他回了个条 写的就是 何必珍珠未寄聊 这现如今我被打入寒宫冷院了 我是很难受跟这 心情也不好 你何必弄点珠子来安慰我呢 是这个意思 你家夫人借用的是这句话 啊 他的意思告诉我 他的夫君不在身边 他很寂寞 我单凭送一些珍珠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小孩一听 罢了 您是真有学问 哈哈哈哈 妥了 这事算是成了 您说这我没听明白 什么事成了 嗯 你家夫人 看上我了 哟 你这胡说八道 你看 怎么叫胡说呢 哈哈哈哈 行 啊 这些日子来 我这相思苦 够巧 但是我 没白受罪 想一想 他第一次 买橘子 他能送橘子给我吃 我心中就想 平波无故 为什么会有人送橘子给我吃呢 是必有缘故 看起来我今天想的 跟当初想的是一样的 哈哈哈哈 孩子 你小 大人的事 你闹不清楚 不过我就简单的跟你说 你家夫人喜欢我 我也喜欢她 所以说呢 我准备跟她 前去私会 哎呦 好 您这事 越说越大了 那有什么大了 这不叫事 哼 你说不叫事 这要是让我们家老爷知道了 那还了得 哎呀 孩子 你不说 我不说 他不说 谁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不叫事 单求你一见 好 人说 我能干什么 你们家上是下下 需要你 给我打点一下 哦 我明白了 你是说很多人 都爱眼 对 家中怨过 丫鬟才女 都爱事爱言 只要把他们打破了 这事好办 嗯 你要说别的忙 我帮不了你 这个事好办 因为家人 我都熟 反正你得花点钱 我帮你铺这个道 行 这不叫事 简单 啊 太贵了 拿银子 五十两公斤 嗯 银子在这 你拿走 该怎么打点 就怎么打点 好不好 你顿着说齐了 我跟你们夫人 约时间 那你听信吧 小孩拿五十两银子 转身回去了 一晃两天 屋子人等着 有点不耐烦了 正着急呢 小孩回来了 屋子人 哟 回来了 我等你等着都不成了 我给您道歉 怎么样 没事 屋里屋外 前房后院 丫鬟婆子 连厨子 看大门的 我都买通了 你怎么谢我 哎呀 兄弟 品强 咱们之间这个交情啊 我再给你个小元宝 打开柜子 又拿出一个 这些日子 接着连财花了不少了 给你 你 帮我去问 问夫人哪一天 更合适 我照她的日子 来复加期 哦 小孩回去了 当天来信 夫人说 明天 夜至二更 请您前去 妥了 哎呀 高兴 转过天来 洗澡换衣裳 由头上到脚下 里里外外 全是新的 换之后 洗干干净净的 熏香 磨粉 从里到外 香的都不行了 坐屋等着点 准备好了之后 这个终点是早晨 呐 七点四十分 约着时间是 夜里二更天 你算吗 这一天没干别 跟着 哎呀 还不到点啊 急得都不行了 跟屋里来回的 钻墨墨 火急问他 大爷您怎么去了 别管我 我跟屋待不住 待不住 待不住您出去吧 出去溜弯去 出去溜弯管用吧 嗨 我有时候闲着没事 再出去溜弯去 一溜弯一会儿 天就黑了 重来 啊 我听你的 有大屋里的重来 哼 走 啊 口大街来回的走柳 实在是 没事干了 啊 溜达吧 跟调调戏看看 认识的不认识的 跟人搭个几句 一看看这点啊 也就下午凉的那种 哎呀 什么时候能天黑啊 嗯 你我这身 新换的衣服 有理到外 啊 哎呀 弄这么香 这个玩儿 夫人得爱死我 啊 哎呀 我再溜一圈去 反正再来一圈 一边走 一边瞧着太阳 下去 下去 快点下去 快点下去 走到 哦 您得瞧底下 你不能老抬着头啊 啊 他这底下没个边儿 啊 老看 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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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懂 下去了 怎么呢 掉凤坑里边 这边人房后有个凤坑 他是走又没有目的 压根出了就没准处 这回成了 懂一下子 掉凤坑里边 到不深 到脖子 啊 上来吧 这一上来 好家伙 这一身哪 都是西屎 坏了 时间不够了 你算吧 重新洗 重新换 风的一样往回跑 啊 到门口火去 别进来 你怎么了 那 就躲开往这 掉屎坑里边了 反正快脱了吧 门口的把衣裳全脱了 这不能要了 啊 赶紧进来 坐水 坐水洗 只能在这儿洗 倒塌能不上劲呢 一身屎 你下池子别人怎么办呢 这给他弄水 泼 泼差不多了 重新坐水 洗 啊 连脑子一块 把头部打开了 重洗好 这心肺大了 啊 都快赶落死了 重新收拾完了之后 就已经将近二更天 心灯灯之条 终于到了 仔细闻闻自己身上 老绝有臭味 那其实是没有 他关键他跟这里边 呕的时间太长了 要光自个儿 他也不在了 他真怕让别人闻出来 啊 来回闻没有 挺好 又重新的 弄点熏香 从里到外熏了一遍 又打这儿出来 赶奔对门 要霍一霍 要霍一霍 美貌的家人 来到这儿 你推这门 这门可是没锁 自扭一下子就开了 心里的高兴 有钱能使鬼推磨 看见了吗 啊 这是我花钱的好处 天下哪有花钱的不是 人家看门就把门给我离呼着 心里痛快 把门推开了 撩着自己这袍子 卖不往里面就走 月明如喜 院子里边都瞧着见人 而且每间房都黑着灯 说明大伙都睡觉了 点点头 我的钱花到了 来过几回就认识了 清车疏漏 打前面走 进前堂 到客厅 现在客厅这坐着 这坐着了 一瞧客厅大门那闪出一小脑子来 谁呀 那个小孩 英格 宠他眨了眨眼 点了点头 那意思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小孩转身跑了 无敌爷坐在这儿 这心灯灯之跳 哎呀 心说这实在是太刺激的一件事情 啊 心里高兴 等着 等着吧 等了有这么一碗茶的功夫 就好像听着有人悄悄的走路 一回头 屏风后面 转过来一个小丫鬟 十五六岁 刀吃得很漂亮 走在这儿 一眼瞧见他了 啊 冲着一脑嘴 那意思 你跟我走 无的人心灵神会 就是接过来的 站起来 悄悄的 跟着小姑娘往后堂去 穿宅过院 来在了后边这个卧房 离着很远 小丫鬟一指 有一间屋亮着灯了 其他的屋都黑着那儿 那意思 你上那儿去吧 丫鬟转身就走了 好 无敌爷在心里边 登登 登不愣 登一登登 好 唱个西河大鼓了 很紧张 女族千宗 来的那儿 轻轻的一推开门 一瞧 这个屋是个里外间 推门之后 外屋这儿没人 打眼一瞧 那儿挂着围蔓 说不定那里边 还有一间 迈不进来 转身把门关上 整了整衣衫 定了定心神 轻轻弹寿一声 嗯 那告诉人家 我来了 就听着李建物 有人扑车笑了 来了你就进来吧 就这一句话 当时 屋的人昏上下 这个血啊 都快凝结了 不会喘气了 走道都不知道 我先卖哪条腿呀 一步一步来这儿 一条这围蔓 顶经关桥 这屋里边有一床 啊 这个床 是上等的紫檀木雕刻 挂着流速 围着曼炸 而且这屋里边 一左一右 点着这么一对红蜡烛 借着这点蜡烛的光 再看这个夫人 那简直是神仙一般 俗话说的好 灯下 关美人 越看越精神 赶紧进前来 一躬到地 说不出话了 感情这种 一见这女的 说不出话 好几回了 明明挺好吃的 嘛 说说这么两句了 夫人扑铲 一下就乐了 哎 我与你 可以称得是 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 啊 难为您 能看得上小奴家 敢巧了 我丈夫 不在家 今日好比 七夕相会 七夕啊 七月七 牛郎之女嘛 加七会 今日好比 七月七 啊 愿您今后 要常来 常往 不要把我忘了 哎呀 夫人您说的 这是哪里花来呀 今天您这 这就 我重生父母 再造了爹娘一般 语无伦子 好 天色不早了 请无的人 咱们上床 安心 哎呀 好 无的人到这会儿 明白过来了 说一千到一万 你干嘛来 你是睡觉来的 伸手 解着一伸扣 好 这快呀 三下五 书二 骑着 叉叉 把衣服 解下来 怀中一抱 啵车一下 他也乐了 怎么的 好歹 我也是一个后部的官员 但没想到 今天见美色 我怎么如此的不堪呢 刚刚这么一乐 往前走 要上床 就听院里边有人喊了一声 老爷回府 就这一声喊 屋子人站着 傻了 紧跟着前院后院 就乱了套 每间屋子的灯都亮起来了 丫鬟婆子 所有的这些个家奴院工 打各个屋里都出来喽 迎接老爷 老爷回来了 了不得老爷回来喽 夫人很惊慌 当时愣着了 汗都下来了 啊 屋子人一瞧 那意思 这怎么办呢 这个 夫人说 哎呀 他这个 他经常不回来 怎么回来就让你赶上 哎呀 拿手一指这床 你一下去 屋子人一作吧 好主意 啊 是的 如今没有别的办法 下去就下去吧 抱着自己的医生 顺着床底下 钻进去了 有这么五六分钟 就听外边 登登登登登 脚步声音 咣当门开了 听声音起来一个男子 啊 哈哈哈哈 夫人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哈哈 呦 夫人站起来 老爷您回来了 啊 我回来了 哈哈哈哈 您累了吧 还行还行 哎呀 主要是这些日子 太累了 啊 天天这么跑 那哪受得了啊 感觉这个人就坐在床边上 喊了一声 来人呐 打点水来 洗脚 打水洗脚 有一片刻的时间 有丫鬟打外边进来 堆大铜盆 一盆的肉水放在地上 老爷脱靴子 啊 把这个裹脚布 全都扒了 那人都没有袜子 男子也是 包脚布 啊 这都脱了之后 把脚 泡在盆里边 好像水太热 哎呀 太热了 脚搭在盆边上 这一踩踩空了 这盆一掉 个儿光当 这点水货 全进床底了 吴德人 几乎没穿什么衣裳 抱着自个儿的 这件衣裳 跟底下蹲着 正害怕 水进来了 下意识的把衣服就放在地上 他那意思呢 我 我挡点这水 别给我弄湿了 那 这这么一下子 有声音 人老爷 哎 什么响 这窗底下 稀稀稀稀 难道说有老鼠吗 嗯 把灯给我 说声把灯给我 接过蜡烛来 一聊窗的底下 一看 四目相对 把老爷吓一跳 你谁啊 吴德人心说 我 我是谁啊 我是 啊 没事 没事 您忙您的 您忙您的 混掌不出来 掏出来 一说掏出来 打扮胡辣超近了 一大帮人 加奴员工 亲兵护卫 那还不好 那么一蹬蹬出来 没怎么穿衣裳 这么一位抱着衣裳跟着 浑身哆嗦 老爷瞧急了 我明白 别人都给我出去 把闲人轰出去了 拿手一指 夫人 见辈啊 见辈 我不在家 你竟敢偷人呐 啊 这 这 岂有此理 你伸手 打身上感情带着一个绳子板 这儿解开了 妈肩头 笼二倍 现在无的人捆上 你姓什么叫什么 我跟您 我不认识你 废话 谁说你认识不认识 您说吧 啊 我不在家 你在我们家干吧 这是个误会 啊 我住您对门 你说这是人话吗 你住对门 你光是屁 我在我们家床底下 你这瞎话 难得了谁 是 我跟你说呀 我也得了 事得如今 我跟你说实话了 我也是 我也是一后补的官 咱们也算是从见成臣 啊 您看看 您说吧 这事是我错了 我对不起您 您看怎么着都成 您说 发我点钱 老爷看看他乐了 发点钱 你一个官 加上我一个太太 你们俩人这个 花点钱就行了 你说能花多少钱 我 我给您 千两文音 我问你 这一个官难道说 就不值千两文音吗 而且我太太 值多少钱 这传扬出去 这是一条人命啊 啊 我错了 我知道我错了 您别着急 别着急 我今天我这臭 你光一脚给踢出去了 啊 你他是文人 没挨过打 这一脚踢出去 当时 魂都飞了 我求您别打 我咱有事 咱们都好商量 我知道我错了 您说吧 您说吧 啊 两边的讨价还这 最后说定了 是文音两千两 啊 你走哪 我就对门客栈 那儿啊 好嘞 你先给我写这字句来 这儿写字句啊 李子仁姓什么 叫什么 那我挑戏人家妻子 黑夜之间被人家堵着屋里 我轻量给人文音两千两 如何如何 年月日 按手线 都能完之后 来人呐 带他去 取银子去 说一声 带他取银子去 胡拉超一大帮人 压着他 打这儿奔对门 很方便 啊 到了那之后 进了礼物 他开柜子 拿银子 好 人家来这帮人 根本都不管你那套 一看这柜子里边 其间一包很多 前文书咱们讲了 他是打算运动一个官做 带来了什么叫象牙 西角 好珍珠无济学书 这些位上手就拿 连东西在钱拿走 何止万两啊 这拿完了 把他又押回来 大老爷这一通骂他 从今往后 我不希望再看见你啊 给我滚 这才把他轰出去 回来之后 在自己屋子里边 浑身还哆嗦 想这个事太巧了 你说这事闹了 一时不谨慎 我哪怕明天再去呢 这事都好商量 哎呀 还琢磨这个事呢 次日清晨起来 自己站在门口这 想昨天的事 心有余悸 就发现对门不对 这个门是敞开的 啊 这很奇怪啊 而且那个帘子也没有了 怎么回事啊 自己不敢进去 喊这伙计 你进去给我瞧瞧去 伙计进去 里里外外 全看一遍 回来说 吴德仁 人家这儿还没人了 嗯 不对啊 难道说因为我这件事情 他觉得不能见人 全家搬走了吗 又想不可以啊 你看我这个作案的我都没接 不能见人啊 他有什么可害怕了呢 想不透 这茬老这儿啊 闹不清楚 当天晚上 前文书讲的 妓院的那个姑娘西西 又派人相请 把她叫去了 九夕见前 她低头无语 西西一问 她把事一说 姑娘乐了 你上了当了 这种事情 都是骗子手们一起做的 想当初我也干过这个事情 啊 他们让我假扮一个夫人 啊 也跟你的一样 一而再再而三的设计 到最后 讹诈她一笔 现在他们早就走了 啊 那天我就问你怎么回事 你就不听 啊 你也不跟我说 你要早告诉我 何至于上这个当呢 吴德人听完之后 这心里才明智一般 回家来 心里恨的恨 翻来覆去一琢磨 没错 我是上了当了 打这儿起 第一 见女人不敢说话 第二 看见卖橘子的就骂街 怎么呢 从头到尾 如果说 不是因为吃人家那几个橘子 哪会上这些当啊 啊 算是做了病了 不敢了 看见卖橘子生气 但是正事还得办呢 还得花钱运动 啊 剩下钱呢 还有一些 心里说我虽然说损失了很多 但是只要是运动一个好官 我还是可以把钱再弄回来的 几经辗转 费了很多的劲 到最后 终于认识了 吏部尚书 吏部就是组织部的意思 掌管所有官员的升迁问题 啊 拜见吏部尚书 尚书很客气 坐下吧 沏上茶一回头 吏部大人 递他一局子 你尝这个 他吓一跳一步了 我才不吃呢 老爷急了 轰出去 他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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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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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